二百三十集 出墙固然让燕国公丢尽了脸面 也恨不得掐死他 只是愤怒过后 燕国公想给他留个全尸 李家祖坟 你是不用想了 燕国公勉强撑着身体 对燕国公夫人道 李家容不得不争的女人 你也不配受后人的供奉 念在夫妻一场 我会给你准备关锅 宁箭 我会将他远远的打发走 这也算是燕国公格外开恩了 但燕国公夫人不领这份情 虽然他的脸颊已经被燕国公打肿了 胸口也挨了燕国公一脚隐隐作痛 可他不想死 他再次抓住燕国公的衣摆 哭诉道 当年的事情 是我对不出国公爷 如今 如今我肚子里有了国公爷的骨血 您就不让我把孩子生下来后 再去偿还当初的罪孽吗 国公爷 您说我下毒害狮子爷 鲜身从没害过狮子爷 您不能光凭一块点心就定了鲜身的罪啊 国公爷 鲜身真是冤枉的 他有自信 起码在点心上 燕国公找不到自己的任何把柄 再生孩子的这段时间 他总能想出办法解决的 燕国公再一次甩开他 冷笑道 用不上证据 我又不是送你去衙门 只要我认为你会下毒 便是没有证据 我也能要你的命 国公爷 你不能冤枉我 我真的没有下毒 我想给肚子里的孩子起伏起呢 怎么可能在点心里下毒啊 一定是谁陷害我 国公爷 不求求您相信我 相信我吧 燕国公的目光落在他的小腹上 这么一番折腾 他竟然下身没有落红 燕国公对燕国公夫人 本就不信任了 此时疑惑更重 老管家 你去请太医院的太医过府 是 主子 老管家不敢有二话 连忙打发小厮请人 燕国公夫人听见再请太医后 以为多了一条活路 低声哭泣道 她是您的骨血 您怎能不疼她 您不能因为疼爱狮子爷 就无视她呀 自打狮子爷鬼宗 我再也没出过门啊 您说我肚子里的骨血不是您的 那能是谁的 后院的奴才 谁敢那么大的胆子 当年 当年 我也是被人强辱了 她不敢提当年太多的事 一个劲的说 自己有多在意这个孩子 燕国公看也没看她一眼 万一她怀孕也是假的 燕国公心底的伙计 蹭蹭地冒出来 自己到底要被眼前这个女人耍几次 即便她有孕 燕国公也不准备留下孩子 可如果 燕国公夫人用假孕骗她的话 那么她这些日子的喜悦又算什么 让外人小的详情 她岂不是会被人笑死 最重要的是 自打燕国公夫人有孕后 燕国公几次三番的为难宁心 去蓝山寺上乡 起伏弄得他们差一点被云泽劫走 祖传阵图也差一点落入云泽手中 虽然云泽的阴谋没有得逞 可祖传阵图的原本毁了 便是再会出来 这也是对祖宗的不敬啊 因为这场截杀 李明锐许是会被皇帝问责 云泽吃了这么大的亏 怎么都不可能轻易放过李明锐 一旦燕国公一脉 还保留着阵图的消息传扬开来 皇上会轻易地放过 燕云飞骑的阵图吗 燕国公深知 一切的麻烦还在后面 不过如果没有燕国公夫人 怀孕的事情的话 这些麻烦根本就不能有 她也不至于没脸见李明锐夫妻 她越是想越是气愤 越想越是觉得难堪 此时她倒是希望燕国公夫人是真有韵才好 否则她比被人耍得傻子还不如 太医很快就赶到了燕国公的府邸 一进门便觉出了气氛不对劲 太医不敢多言 见过燕国公 她有些不舒服 你帮她看看 是 太医没二话 走到了垂下曼正的床榻前摸了一会儿脉 随即她皱紧了眉头 床榻上躺着的人应该是燕国公夫人 燕国公夫人老傍怀猪的消息 她也有所耳闻 第一次给燕国公夫人诊脉的人 也是他们太医院的 当时那个后辈还说 该怀孕的没怀上 不该怀孕的倒是有了 那名枕脉的后辈也不是庸碌之辈 不可能简单的喜脉都看不出来 也不可能在燕国公面前胡乱地抱喜脉 可是如今燕国公夫人的喜脉不见了 燕国公见太医伴上没动静 心底不由地一沉 她沉声问道 怎么 躺在床榻上的燕国公夫人 着急地聊开了围杖 露出了肿得很高的脸颊 乌叶沙哑地说道 是不是 是不是孩子保不住了 是不是 太医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国公夫人先别着急 容在下再看看 再看看 又过了一会儿太医尴尬地起身 面向燕国公道 有些妇人太想有孕 或是因为饮食作息不当 让小日子推后 脉搏呈现喜脉的征兆 你的意思是 她并没有怀孕 太医硬顶着燕国公眼里的寒霜 点头道 是 不 你说话 你说话 燕国公夫人张牙舞爪般地扑向太医 双目赤红地说道 谁给你了好处 让你陷害我 我怎么可能没有身孕 怎么可能 以前的太医不是说过是喜脉吗 我能感觉到肚子里的骨血在动 我有恶心的征兆 怎么可能没有喜脉 国公眼 我不信他 他一定是收了别人的好处 是不是宁心让你这么说的 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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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太缺德了 他太医血了 燕国公让老管家赶紧堵住了燕国公夫人的嘴 不是他体力不好的话 他早就将燕国公夫人一拳打晕过去了 再让他吵闹下去 燕国公府这点丑事哪还能瞒得住啊 你缠扶他去乡房 燕国公让老管家压着燕国公夫人离开 一个老管家自然按不住燕国公夫人 可随即上来好几个仆从 他们一起用力把燕国公夫人拽出了书房 太医尴尬地站在原地低头看着脚尖 郭公爷 在下看尊夫人是太想有孕才会有此反应 在下并不认识世子夫人 我晓得 那在下告辞了 麻烦你了 今日的事情 郭公爷放心 在下不敢乱说 尊夫人是小产还是怎么 在下都会默认的 甲运的事情太丢人 不仅燕国公府里丢人 太医院一样丢人 连喜脉都看不准 还敢叫太医 身为太医院老前辈的他 自然而然地会选择维护太医院的面子 燕国公夫不说 他们也不会乱说 想让女子怀孕不容易 可小产华胎的消息 哪家薰柜府里没有 燕国公也晓得其中的关键 好言好语地送太医出门 转回书房时 他双腿易软 老管家一直跟着他 上前搀扶住了燕国公 扑的一声 燕国公的口中喷出了一口鲜血 老管家含泪道 主子 哇 是不是个傻瓜 燕国公抹去了嘴角的血迹 靠在老管家身上 落寞地说道 被他耍了一次又一次 你一直跟着我 我怎么又连面对瑞儿啊 世子爷摘心人后 他不会怪您 至于世子夫人 他一直看中世子爷 世子爷不说话 他也不会多言 世子夫人虽是手下无情 但对您还是孝顺的 哪怕是一时埋怨过您 他也不会埋怨您一辈子 宁心的性情 我也小得 只是 我太愧对他们夫妻了 他们成亲之后 我办的这叫什么事啊 燕国公被老管家扶着坐下 他喘着粗气 好一会儿 总算是稳定了一些情绪 我不能送他出家 他不是一个甘心失败的人 有机会 他还会给瑞儿夫妻添麻烦 我再也不想看见他了 给他送去一碗汤药 把身边的奴才 全都赶到庄子上去 再慢慢地经历干净 要是一下子处置了太多的奴才 会让旁人弃疑的 是 国公爷 还有宁家 把他送回娘家去 转告他的父亲 就说 就说我已经知道他的身份了 要是我在外边听到一丝一毫的消息 我没什么大本事 但是 他凭离家 可以做得到 世子夫人对他很是看重 将他贸然送出去 没准他的性命将会交代出去 不如等世子夫人回来再处置他 一旦国公夫人病去 没有娘家人在身边 总是不好交代 宁家如今是个破裸户 若是不要脸面的话 损失的还是您的名声 宁姐在府里也是个人证 就按你说的办 别再让我看见宁姐 燕国公对老管家交代 牟子闪过一抹的阴狠之色 他今晚必须归天 你可明白 是 主子 老管家答应了下来 几件丑事加在一起 燕国公再没饶恕他的可能 他低声问道 若是发丧的话 发丧 不用 当妇毒妇 入不了李家的祖坟 招口关国 把他卖了就识了 可是外面的人会说 说我凉薄无情 燕国公苦涩一笑 我识人不轻 害人害己 什么丑事我都担着 要是给他打扮丧事 他娘家那群没皮没脸的人 会缠上瑞儿的 发丧不入祖坟 他又是突然病逝 外人自然明白 他是犯了大错 我虽然不是个能干的 但他们不敢明面 指责在我头上来 燕国公府邸 可不是任人指责的 世子爷会晓得主子的苦心 您别太在意了 怎么可能不在意啊 罢了罢了 以后我只安心养老 燕国公的事 我不再插手了 一碗汤药摆在燕国公夫人面前 他身体似是陷入了冰冷的池水中 颤抖着向后退去 老管家对他早已经有了不满 面无表情道 你坐下当年的事实 就没想过会有今日 对你这样不守负道 且不真的女人 罢公爷已经算是客气的了 当年 当年燕姑姑怎么对我的 难道 难道你不晓得 我嫁进来后 他理会过我吗 只想着他早逝的夫人 想着他离开京城的兄弟 好多的眼里 他的眼里根本就没有我 我也想偷偷好好过日子 为他生儿育育 等他 等他两三个月才来我房中一趟 不是他对我冷漠 我也不至于 不至于被人 我也交易给骗了 没事 管家 那时 那时 我才十六岁 主子对你冷淡 你就接着礼服偷人 训贵人家夫妻 关系淡泊是常见的 你见过哪个当家的主母 偷人红杏出墙 老管家气不打一处来 他冷笑道 别以为装无辜就能推卸你红杏出墙的事实 你不仅对不住主子 你还对不住你的私生女 为了怕人知晓你怀孕 当时你没少缠着肚子 你也不怕将你的孩子弄消产了 我实在是后悔当年没有查下去 我 我竟然被你给骗了 那一年 你基本上都在寺庙里住着 许是那时候 你就同水月安安主 有了交情 有水月安安主 帮着燕国公夫人打掩护 一向对季夫人很冷淡 半年都不关心她疑似的燕国公 就这样被隐瞒了过去 因为不喜欢她 燕国公对她时常去寺庙里佛的举动 便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如果不是出了两天前 云泽截杀燕国公的事情 谁能想到佛法高深 在佛宗地位崇高的水月安安主 是达子大汗云泽的人 水月安一直被称为佛门圣地之一 不 我不想死 让我将国公言 让我同国公言说清楚 我不是当父毒父啊 我不是 国公爷不愿意见你 老管家板着脸庞 他是个有分寸的人 自然晓得什么能说 什么不能说 水月安安主的身份 就是绝不能说出口的事 燕国公急着灭口 也是不愿意燕国公夫人 斯通达子的事情曝光 无论他是有意的还是无心的 斯通达子在大堂都是死罪 你若是有点脸面 还为主子着想 就痛痛快快地喝了汤药 别让我用强硬的手段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老管家让蒲聪 压住燕国公夫人 不能在节外生枝了 一旦意识大意 让燕国公夫人冲出去的话 那么主子 岂不是还得受他风化的侮辱 蒲聪见老管家适应了 端起汤丸 直接给燕国公夫人灌了进去 并且捂住了燕国公夫人的嘴巴 防止他呕出药汁来 燕国公夫人睁大了眼睛 死命地挣扎 面对四五个蒲聪的压制 他的挣扎是无力的 慢慢地他气息微弱了 谋色也暗淡了下来 老管家摆了摆手 压着他的蒲聪退出了房门 他走到燕国公夫人身边 低声道 宁杰有狮子夫人关照 他能活下去 不过因为他是你的女儿 世子夫人不会再亲近他 给他安排最好的亲事 你见不到他也好 你想想你给了你自己的女儿 做过些什么 燕国公夫人离世 呜咽了两声 眼里划过不甘心 如果不是老管家说起宁姐 他在将死的时候 也想不到宁姐 他不甘心被燕国公毒杀 不甘心就这么死 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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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